消防隊員抵達火警現場 在二樓建築已經全顧燃燒 冒出橘紅色火焰 但是隔壁居然還有住戶 聞到農煙跑到頂樓 探看 情況相當危急 有啦 有啦 一樓啦 一樓的攤商看著火勢越來越大 急著要先到場的救護隊員 灑水灌救 結果雙方爆發口叫 消防員 抓我們 我們人要到現場在哪 先到場的夜市主委 和舊部隊員吵了起來 因為看到消防隊還沒噴水 又攤商等不了 急著衝進火場一樓 先把攤位直接拉出來 誰先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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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知道我們有我們 火警發生在下午三點二十一分左右 位在六合夜市的住宅火警 燃燒的是超商二樓倉庫 鐵皮建築裡面沒有人住 消防隊出動三十八車 總共八百分之一 八十五人全力搶救當中 但是眼看火勢開始燃燒 雲鐵車也轉移 往右邊的伴手禮店 開始灌救 連隔壁居民也站到底樓 拿出自家自來水管 加入搶救行列 它就是打得太慢太慢的 你看在這邊都嚴死 它如果這邊快一點的話 根本就不會穿到這邊 這邊有施工嗎 還是怎麼樣 都沒有 我們這兩間沒有在施工 所以是火怎麼引起的 有人這樣 我知道 由於火警發生時間 距離六合夜市營業時間相當近 消防隊已經將區域全部封鎖 全力灌救 經過將近一個小時 消防隊回報夥食控制 這些火警造成的攤傷財損 以及火警原因 都還要再調查 記者洪夫人崔德新 梁家文 高雄報導